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要靠的不是别人 要靠的是自己 因为很多人就是有依赖兴趣靠别人 最后连自己也失去了机会 有一个男人 因为一次意外的车祸 他失去了一个手臂 他很怕见人 他更怕别人的同情 让他的自尊心无法承受 有一次他在肩上碰到了一位朋友 他慌忙地躲进一个小胡同 慌张中撞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上 并踩伤了小女孩的脚 踩到很重 以至这个女孩子的鞋子都陷进去一块 他连忙说 对不起 那个小妹妹 你脚受伤了吗 小女孩说 没关系 我没有感觉痛 男人很奇怪地说 我踩得你这么重 你为什么不痛呢 女孩在她惊讶的目光中 非常沉稳地拉起了裤管 指着腿说 我这是一条假腿 怎么会痛呢 女孩子继续说 我虽然少了一条腿 但我还活着 这就是我不幸中的万幸 我们要笑着面对每一个人 珍惜每一天 我要把我的腿给每一个人看 不是让他们觉得我不行 而是让他们知道 你们有多么的幸运 女孩子的话非常有哲理 让这个男士非常的刺激 他羞愧地想了一下 突然觉得失去手臂 没有比别人矮小 鼓起勇气 阳光照在了他的身上 他一直在往前走 一个人虽然可以肉体受伤 但是精神不能受伤 一个学博人可以在困难当中 学会坚强 人生无常 世事无常 无常就是给我们的希望 当你饱受了无常的痛苦之后 我们才会更加珍惜人生 更懂得境界的提升 简单地讲 一个人只有吃苦了 才会知道怎么样去摆脱痛苦啊 感谢不吁人生 请不吝点赞 啊 欢迎订阅 我跟您这一句话 最后这一句话 请不吝点赞 啊